由于今年节零期较短,真正的大量节零期只有前后一个月,即期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,年龄大多集中在年终中上步,管理不好,出现大量导富现象, 部分年轻导富率在60%以上,近几年无人机直保发展较快,部分龙户因为导富和棉株较高为由,机彩年年轻采用无人机喷噬拖叶剂 一、无人机早逝拖叶剂的情况,回顾一下2017年的情况,9月3日前无人机飞防表现较好,明显较机车喷噬拖叶剂好,拖叶速度快,棉林土序快,顶部页偏拖叶速度快, 3到5天后就可表现药效,校正乘机车拖叶时间早了5到7天,由于叶片拖垂快,棉林开略早,势必影响顶部棉线为发育,以及单领众减轻 2、9月3到6日,无人机喷噬拖叶剂的情况,2017年9月3到6日,无人机喷噬拖叶剂不变表,现交液挂枝情况较为厉害,无人机飞防公司解释为拖叶剂不好,拖叶剂生产商家的出口剂太多了,造成的交液挂枝,另一说法,温度太高,机车打的拖叶剂,也造成了交液挂枝, 那机车打的表现较轻,分析原因认为,已是高温造成交液挂枝,9月上询温度高于零年同期值,持续的高温促使药效发挥快,但棉株叶顶处来不及产生足够的脱落酸,导致叶饼没能产生离层,从而造成叶片干枯不脱落,而是湿药的浓度过高,造成交液挂枝,目前来看费房贷水量有限,一般母喷湿水, 较500-1000毫升,拖叶剂标注商品量一般,只30公斤每亩的水量,贝房药液浓度要高于机车药液浓度30-100倍,在高温环境下药开也更容易出现,三式拖叶剂问题,造成交液挂枝,这种说法的多类贝房公司和拖叶剂供货商,此说法认为比草龙出草剂加多了,拖叶剂质量有问题,这种说法不可靠, 经多年试验,浓度高不合时需要,多种拖叶剂,都会出现交液挂枝现象,次是基彩棉生长发育问题,拖叶时间早晚,基彩棉品种敏感性,不合理使用拖叶剂,会造成交液挂枝, 三,关于拖叶快门问题,今年交液挂枝与往年不一样,2017年交液挂枝现象,多类叶片湿水较快,交液叶并不拖落现象,及今年拖叶速度较快,主要因为8月底至9月上询温度较高影响, 要效发挂快,拖叶速度快,一般三天后就表现明显拖叶效果,正常年份拖叶效果一般五到七天才开始显示, 这种拖叶速度快,逼者认为会影响丹林众,尤其是顶部年龄发育,提醒农户今年拖叶速度快未必是好事,造成丹林众减少,会极大影响产量, 在今年较好性后条件下,尤其是8月下旬至9月上询温度好设立是少有,延长叶片功能七,减少丹林众损失,可能是稳定高产的关键, 一家之言,难免偏激和不足,图文编辑,天山之宝,转感性著名出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